我们很容易简单的做完一个分析表格了 这个分析表格我应该要选 我怎么选呢 从最右下角这边 我们先去做一个资料整理好了 比如说三位一撇 然后减少小数位数 这是为了我们方便去观看 最下面总计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金钱符号 然后减少小数位数 只有最下面这一列 我们简单的做完这样一个格式 选到这个分析资料表格范围 然后点选什么 复制 然后回到我们的Word 直接去做选择性贴上 你不能用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里面有没有选择性贴上 没有 在这边贴上里面 就不能选上面这一个了 要选下面 因为这边是其他的选项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你可以选择用HTML的格式 也可以使用这个 以下工作表物件 这样来源资料杆 目的资料都会跟着赶 这边资料型都会稍微适择 这两个都会 好 例如说我现在用贴上连结 是保留原始的工作表的物件 确定 那这个表格是不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宽度啊 你是不是需要再调整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能要再花时间来去做一些格式内容的修改 我们一个资料内容 大概先给各位看一下 以下里面我做一些修改 例如说我的这个产品啊 我列太多项了 我想要少列几项 我是不是可以做筛选 筛选 例如说像这个网络设备 它的金额不是很高 那像例如说 这边我把网络设备筛选掉好了 所以网络设备不打勾 好那我们回来看我们的Word 有看到吗 是不是就直接跟着反变了 因为刚刚主要 为什么要存档再关掉 再重新档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 第一没有独立型思考 第二记忆体不够 用公布电脑等关系 否则一般来说 它应该很直观的 就直接把它 原始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跟着档 可以吗 可以 这一段我是希望说 你们真的一定要把它 好好的听进去 然后让我们真的做到 原始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改变 不是用复制贴上 而是使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复制跟选择性贴上